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品一经发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最可爱的人》几乎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 那么作家魏威到底写了哪些感人事迹 从而引发了这么强烈的共鸣呢 魏威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1951年 魏威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 写了一篇报告文学 《谁是最可爱的人》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毛泽东主席做出重要批示 印发全军 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 竟推开了讲稿 对着话筒大声说 在座的《谁是魏威同志》 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写了这篇文章呢 花时间不多 两三天时间 因为这个不是应做出来的文章 不是应记出来的文章 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 这个拥留出来的文章 魏威用饱含深情的文字 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 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 全文三千多字 讲述了三个故事 分别是松古风战斗 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 以及一个无名战士 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 过苦日子的故事 魏威用这三个故事 诠释了我们的战士 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 与国际主义的思想 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 魏威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 朝鲜基本上都被炸平了 我们的战士给我说 我们的人口那么臭密 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 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 所以说这贫死贫货 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 也得要战斗 也得要把这个敌人盯住 魏威在前沿阵地 采访了整整三个月 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 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味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 带着火 帽子上帽着火苗 不想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 为什么会逐渐这个情况呢 就是他这一种 他这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 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 这样所以不顾一切 这个精神都强烈地感动 我写了这些别怪人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 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 魏威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当时我就以为心里边的一个 虽是最可爱的人 这个句子不是印象出来的 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从朝鲜归来之后 魏威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 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 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 是怎样的顽强 于是魏威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 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想 他叫唐张红 上甘岭战役中 他用一门炮先后兼敌四百余人 立特等功 时至今日 唐张红依然记得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 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 那激动的心情 伸手感动 我们一定要对得起 这篇文章 称直言人暂时 为最可爱的人 我们要应用战斗 要牵出我们的力量 为主归真光 要夺千灭敌人 这个文章 并不是作者的功劳 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 所以这个荣誉 首先是他们创造了 给这个人民共和国 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 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 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 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在报告文学 《谁是最可爱的人》原文中 微微饱含深情地 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 一次最壮烈的战斗 松鼓风战斗 假如需要立纪念碑的话 让我把带火铺敌 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 列士们的名字记下吧 他们的名字是 事实上 在文章提到的这些列士名单中 有几位英雄当时并没有牺牲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张照片是作家微微 和他作品里的主人公 见面时的合影 比较有意思的是 其中有两位 微微在写作的时候 以为他们已经牺牲 并在作品中公布了他们的名字 他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文中记录的英雄之一 李玉安 松鼓风战斗中 李玉安代理排长指挥作战 身负重伤 昏倒一战场 微微采访时 李玉安已经和部队失散 被运回后方医院抢救 所以微微误以为他已经牺牲 下面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 说明了李玉安没有牺牲的原因 当时是什么伤呢 伤口就在前胸到后背上 现在还能看得出来吗 还能看得 当时那个就你根本就没有抱自己有伤 其实昏迷了五六个月 将近半年才被抢救过 从这儿进去的 这是一颗子弹是吧 对 那后边能看得出来吗 能 你转过来看看后边 从这儿穿出来了 他则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记录的 苏古风战斗牺牲者中的 另一个幸存者 景玉卓 他脸上的伤疤 就是在那场战斗中留下来的 当时景玉卓身负重伤而昏迷 所以微微误以为他也已经牺牲 景玉卓和李玉安回国后 作为普通的复原军人 都转到地方工作 他们也从不向他人 讲述自己立功的事迹 而由于谁是最可爱的人 影响极大 当有人问起 谁是最可爱的人 课文里的人名是不是你的时候 他们都以那是重名重姓 搪塞过去了 他们开始赖上文赖多少次 反正我简单情绪 跟他说了一说 大体验给他说 最后我赖了 曾华诚和他赖了 最后应口 我说没有 你没理由 我说没有 这上部的答案返回来 返回来 你怎么说你没理由 你说这上答案都有 我说你 我说理由 我手里没啥证件 也没什么证据 我说我离多多公 离什么都公 我说那没用 那有啥用 我说我对党报 我报没报完 因为我还说我有功 我感觉我自己没功 有功 有点功呢 已经属于 还属于实际的劣势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 由于松鼓峰战斗太过惨烈 面对各种采访 李玉安都不愿意回忆那场战斗 抗委员朝第二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 一一二十担任穿插任务 他们成功地穿插到三所里 龙原里和松鼓峰 切断了敌人的后路 南逃之敌为了夺回生路 向一一二十拼命扑来 而北原的敌人 为了接应难逃的溃军 也疯狂地扑向了一一二十 松鼓峰是美军争夺的要地 在这里守卫的 正是一一二十三三五团 一营三连 他们打了最悲壮的一仗 美军集中使用了大量的飞机 坎克和榴弹炮 向三连阵地进攻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记载 枪支完全摔碎了 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 烈士们的尸体 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 有抱住敌人腰的 有抱住敌人头的 有掐住敌人脖子 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 有和敌人倒在一起 烧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战士 他手里还紧握着一颗手榴弹 和他死在一起的敌人 脑僵碰裂 涂了一地 我一共在那打了四个船船 四个船船打下去以后 他没认住 他就开始 十水一斤里扔那个汽油弹 开始开烧 烧山 就中央杀了 杀都着 所以就我们就烧了 烧了当时我烧的 就是孤若山地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给我运下来也不知道 这是朝鲜战场上壮烈的战斗 三连几乎全员牺牲 最终 三连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使主力部队及时赶来 被堵截的敌军 大步被我歼灭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 魏巍除了描述松鼓风战斗之外 还重点讲到了一个叫 马玉祥的战士 文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 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人意 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 在汉江北岸 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 他今年才21岁 名叫马玉祥 摄制组经过努力 找到了一段 关于马玉祥的珍贵资料 他叫马玉祥 在朝鲜战场上 冒着生命危险 在战火中救出了一名儿童 马玉祥的事迹 被著名作家魏巍 写进《谁是最可爱的人》当中 有一天 马玉祥刚刚进一个村庄 就遇到了狄级来袭 这时候他听见央户里 有一个小孩子 哇哇哭叫的声音 马玉祥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 是找地方隐藏 躲避轰炸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 记录了当时马玉祥的想法 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 我能够进去 那么在朝鲜 我就可以不进去吗 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 不是一样的吗 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 我就用手踹 踹了以后 以后吧 我就用这个烟火 从那里面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烟枪火烤 我当时就睁开眼睛了 睁开眼呛的我上不来气 满屋子灰洞洞的烟 只能听见小孩哭 但看不见人 马玉祥的眼睛也睁不开 脸烫得像刀割一般 顺着孩子哭声 我就爬着往里面摸 一先摸 摸到个大人 摸到大人 我就拽 拽他不动 他不动 我当时就想 这人可能死了 往大人身后摸 摸到这个孩子 摸孩子我就把他掐住 掐住 我就回头就跑出来 此时 敌机依然不停地轰炸 整个村庄一片狼藉 我这时候就发现 火烧得身疼 什么事 一看 衣服着来 在整个救人过程中 马玉祥没有一丝 考虑到个人的安危 心里想的 全是怎么救出孩子 以及孩子的未来 该怎么办 我抱着孩子哭 哎呀 从那天太难受 就是一家四伙人很好的 这孩子 爸爸妈妈没了 他那个大哥哥哥 大孩子也没 就剩下一个孩子了 不是个咋办 谁是最可爱的人 讲述的第三个故事 是一位无名战士 魏魏见到他时 他正在防空洞里 吃一口炒面 就一口血 魏魏问他 你不觉得苦吗 战士回答 我在这里吃血 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他们可以在挺货量的屋子里 泡上一壶茶 守住个小火炉子 想吃点什么 就做点什么 三个既各自独立 又株连闭合的形象 层层深入地揭示了 志愿军战士的性格 胸怀和品质 松古风战斗 展现的是英雄主义 马玉祥救儿童的故事 体现的是国际主义 第三个故事 则通过与一个战士的对话 展现了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 谁是最可爱的人 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功名 因为他喊出了人们的心声 这些最可爱的人 他们高尚的情操 感动了国人 正是他们无私的付出 才有了今天 人们幸福的生活 这场战争的胜利 打破了美帝国主义 不可战胜的神话 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 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提高了中国人民的 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和平环境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